第1287章 震慑 内尊半部天人镜初期的高手明显被叶西文给彻底激怒了, 这个时候也顾不上那么许多, 犹如一颗炮弹一般朝着叶西文扑杀了过来, 属于半部天人镜的高手的气势肆无忌惮地朝着叶西文碾压了过来。 如果是之前的话,叶西文或许还会被他压制住, 毕竟半部天人镜的力量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属于另外一个层次的力量了。 不过当叶西文炼化了一百道法则之后, 他的气息比许多半部天人镜的高手更加接近天人镜的高手, 具备了某些天人镜高手的特征, 这个高手的气息根本无法影响叶西文。 面对扑杀过来的黄衣男子, 叶西文冷笑一声, 脚下猛然一股巨力产生, 生生在脚下狠狠震出了一个大洞, 他的神性也朝着黄衣男子扑杀了过去。 黄衣男子身上无数的支柱丝当空飞了出来, 密密麻麻织成了一个天罗帝王, 朝着叶西文网了下去, 刚才就不是我的对手, 现在这一招还有用吗? 叶西文冷笑一声, 当即夺也不夺, 直接冲进了天罗帝王之中, 双手撕裂出无数的金光, 当即直接将天罗帝王给生生撕裂开来, 直接出现在了那个黄衣男子的身边, 大手当空抓出, 那个黄衣男子虽然贵为半部天人境级别的高手, 但是这个时候也根本反应不过来, 当即被叶西文一把抓住了脖梗, 轰隆隆, 叶西文抓着这个黄衣男子当空拖出了一条巨大的裂痕, 无数的空气当场崩塌, 轰, 这个黄衣男子被叶西文直接一巴掌摁进了一座山峰之中, 那一座山峰当场狠狠抱了开来, 那黄衣男子直接卡在了这座山峰之中, 当场断气, 身体在众目睽睽之下, 当即化成了一只小山大小的巨大支柱, 现出了原形, 叶西文也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将这黄衣男子收进了天元镜之中, 这黄衣男子本身就是上好的材料, 无论是炼气还是炼丹都能卖出高价, 更别说他身上超过三十亿灵精的财富了, 一口气让叶西文的口袋又鼓起来了一部分, 这也是叶西文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他的原因, 他现在也缺乏灵精, 刚好有个傻鸟撞上门来, 这些灵精足以支撑到时候在五道碑之中武功的领悟了, 竟在场所有人一片死一般的平静,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呆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这黄衣男子连叶西文一招都挡不下来, 当场被直接摁死在山峰中的一幕, 给众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一招, 一个半部天人镜的高手, 居然连他一招都挡不住, 这人到底是什么来路, 有人知道吗? 叶家, 他是我们叶家的高手, 我听说过他的名号, 他叫叶西文, 是叶家之中这一代年轻高手之中的佼佼者, 但是却没想到他居然强横到了这样的地步了, 连一尊半部天人镜的高手居然都挡不住他一招, 在场的人中有叶家的高手, 他们有些人也是认得叶西文的, 一下子就将叶西文给认出来了, 但是依然还是有一些难以置信, 不敢相信叶西文居然拥有如此的战斗力, 他崛起的也太快了点, 快得众人都还没来得及准备好接受, 不仅仅是众人议论纷纷, 就连那个半部天人镜后期的人族老者和其他几个各族的半部法, 向镜中期的高手也都颇为意外的, 看着叶西文, 一个人的年纪自然不能光从外表来判断, 但是真听到叶西文如此年轻的时候, 依然还是让他们有些意外, 有这个黄衣妖族的死作为垫底, 这些半部天人镜的高手对于叶西文的加入也就没有了其他的意见, 这个世界上实力才是最为关键的根本, 至于境界, 那只是衡量的标准, 但是却不是唯一的标准, 实力才是永远不变的衡量标准, 你是叶西文, 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出现在叶西文的身后, 叶西文转头一看, 却见一个年轻人大步走来, 却见他他身穿一件平素肖袄子, 腰间绑着一根鸭青色虎纹带, 一头飘逸的长发, 一双星目深沉, 身形魁梧, 当真是俊意潇洒, 嗯, 不知道你是, 叶西文问道, 见对方是人族, 叶西文脸上也挂上了几分微笑, 我叫叶义, 这人表明了身份, 也是一尊叶家的高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叶星应该也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上了吧, 叶西文双眸之中, 顿时一阵骇人的力忙闪烁而过, 别看我, 叶义笑笑说道, 这原因吗, 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难, 实际上这五道碑的传承, 即便是很多人进入了宝库之中, 也根本不知道的, 我们叶家之中, 知道这个传承的, 也不过那么几家罢了, 而一直到现在叶星都没有过来, 相反的, 你却出现在了这里, 而你和叶星之间的宝顿, 整个叶家上下, 都有很多人都知道, 只怕他非但死在了你的手里, 临死前还让你知道了五道碑传承的秘密了吧, 叶西文面上不动声色, 但是心中却是暗暗心惊, 这叶义虽然没有看到, 但是却宛如亲眼所见一般, 虽然不知道叶星是怎么死在他的手里, 更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曲折离奇, 但是仅凭着叶星没到这一点就能猜测到这么多, 这叶义恐怕也非一鱼之辈, 怎么, 想用这个事情威胁我吗? 叶西文淡淡的说道, 双眸之中力忙不断的闪烁, 如果他不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原因, 叶西文找机会将他干掉也有可能, 自然不是, 叶星与我何干? 叶义哈哈笑道, 就算是将这个事情告诉了叶钱又如何, 以你现在在执法堂的地位, 难道仅凭我一张嘴就能将你定罪吗? 与我又有什么好处? 叶义倒是看得很明白, 叶西文现在算是执法堂重点培养的天才, 别说这种事情只是猜测而没有证据, 就算是有证据执法堂也会选择立保叶西文, 一个死去的天才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 真正和一个活着的天才相比他的价值, 那你又是为什么? 叶西文问道, 是这样的, 我们同样都是叶家之人, 在这个时候, 自然要相互扶持, 等一下进入武道杯中争夺武学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和我们联手, 叶义说道, 叶西文这才知道叶义到底所来为何, 这个时候, 不仅仅是叶义, 还有其他的一些叶家的高手也都在看着两人的这边, 不过这次叶家来的高手, 那都不是太强, 都是法相静九重天, 而叶西文却注意到, 与此同时, 有一些人正抱着敌意的目光看着他, 这些也都是人族的高手, 以三个半部天人镜初期的高手为首, 还有十几个法相静九重天的高手, 想必你也注意到那些人了吧, 他们都是王家的高手, 王家多年来和我叶家争锋, 现在在这里也不例外, 如果只有我一个的话, 那么最多也就只能是勉强自保罢了, 想要争夺那些真正强横的武学, 是不可能的, 不过如果加上你的话, 那么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叶一说道, 叶西文暗存了起来, 这一次的宝库钥匙一共有七把, 其中叶家一把, 王家一把, 海族两把, 百族联盟两把, 妖族一把, 而人族的高手进来, 大致上也是分成叶家和王家两大集团, 就算是那些散修, 也基本上都是依附于这两家的, 因为如果不是依附于这两家, 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能够进入宝库之中, 当然, 还有一些是海族之中的人类, 他们自然是根据海族手中掌握的钥匙进来, 不属于这两个集团, 和叶家一样, 王家也是荒谷大陆人族王庭带领下的豪强之一, 而且两家从远古时代就已经是竞争对手, 这么多年来, 对抗几乎已经是植入了两个家族的血脉之中, 这些年来王家高手叠出稳稳压着叶家一头, 而且在王庭之中不断取得极高的权位, 几乎要压的叶家喘不过气来, 从这次的武道碑上就可以看出, 曾经是军力敌的双方, 叶家不算衰落, 但是王家却更加的强横了, 叶家这边如果不算上叶西文的话, 竟然只有叶义一尊半部天人境的高手, 但是王家那边却有三尊, 而且每一尊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 如果叶西文没有展现出轻松打爆那一头支柱的实力, 只怕这些人也根本不会轻易认可叶西文的加入, 叶义也根本不会邀请叶西文的加入, 那些实力不够的叶家高手也只能在外围等着而已, 不够资格加入, 现在想来, 那些王家的高手对叶西文的敌势的原因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他们两家的敌对还需要原因吗? 叶西文也几乎只是稍微考虑了一下, 就硬承了下来, 道, 这自然没有问题,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要一致对外, 尤其是不能输给王家之人, 好, 说得好, 仅凭这一句, 我就不相信你会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 叶义点头大声说道, 似乎画中有画, 另有暗指一般。